枪枪三人行 最近都在算钱 我觉得就说事不关己 这个人永远没有一份真正的关心 因为我们都不享受大陆人民的养老金 所以你看他们说的事情 老说你应该要为人民鼓一呼 我一看这个数字 我头都大 因为它是涉及到很复杂的计算 比方说什么 我就看北京青年报 就要算了 这大提就是说 因为现在提出一个征求意见 就建议好像说 这是特别热门的话题 都在聊 就是说这个60岁退休 还是65岁退休 差这五年 您就要多交五年的养老金 但是最后算下来 多交这五年 好像是对你有利 因为真正到最后你能享受到 比如说按月工资5000块钱来算的话 你要是到65岁才退休 好像他们算的都不太精确了 就是你大概能拿到近千块钱 900多块钱 就平均 这个就多出来的部分 就等于说 差不多你要交三年的那个钱 就基本上抵得过 你就是 反正就是到最后你会更多 那个算法后来被人驳斥了 那个被人 他是糊弄人 偷管给你 他忘掉了 60到65 你交的那么多钱 他把这段忽略掉了 但是就说 即便是这个 他原来这么算的 我觉得还是有很多人 好像反对延迟退休 那么你看理由 大概就是说 这个延迟退休 你看我印象很深刻 一个理由就是说 很多人说扛不到65 这个得干到多累 扛不到65 这一部分原因是 因为重体力劳动 很多体力劳动 他觉得我60岁就退休 是比较好的 但还更重要的原因是 他对政府来说 65岁退休是多出很多钱 他们有差不多100多亿的 100多万亿的一个缺口 因为养老这个中国 现在扛不下去 这个才是主要 但另一方面呢 如果延迟退休呢 年轻人就业又成大问题 对啊 三分之一 说是好像是1000万的就业 又300万是退休的 如果这些人不退休的话 那个就业机会 就会从1000万 每年就会减到600多万 所以这个最大头 就是这两头考虑 其他都是中 滋滋滋结结结的 最大头就是 如果到目前为止 60岁退休 发养老金 国家经济成问题了 现在有些省是没问题 广东好像多出3000亿 但是有十几个省是 都缺口了 全都是缺口 但是要是你让他们延迟退休的话 年轻人就业就成问题 你知道就是说 现在就是我们同事 我发现都碰到说回家 我回干嘛 就是我妈要上山 现在要上山 很多老人呢 要上山是什么意思啊 山上是养老院 就是要离开子女 送他母亲上山 但是 还这么可怕 就上山 我马上想起来游山解考 游山解考 真的是游山解考 而且你知道我过去 我还看过敦煌壁画里 有这么一种画 这是活死人墓啊 你会看到这个画面啊 你就说明唐朝的时候就有这个 家里人弄点吃食什么呢 把老人送在这么像窝头一样的 这么一个一个包 土包里实际上是个窑洞 那里边是个是个是个窝棚 然后呢 把一些棉花被肉啊 食品呢放在门口 最后就这样跟老人拜别 那就是跟游山解考一样 就最后老人就送死 就送到这里边就死 就是说你看 在不能每一个都养活的时候 这个人类实际 牺牲老人嘛 就牺牲老人 选择这种方式 但这不是中国文化 中国这样是比较少的 这游山解考也是其他的一些民族 中国是以年轻的人养老的 中国这个以前的这个这个传统是实在不够吃的时候 把小孩杀掉给长辈吃的 但这个静老这个东西其实只是社会性动物 才有的东西 比如说大象 因为主要的理由就是因为 如果你不是社会性动物的话 永远都是老弱体衰的那些被淘汰掉 被干掉 但是社会性动物不一样 因为社会性动物里面 我们是相信 年纪越大 经验越多 知识越够 那么他对整个社群来讲是最重要的宝贝 所以家有一老 如有一宝 但是问题是今天比较残酷的情况是 我们这个社会的代际的变动太快 太剧烈 所以很多年轻人他不认为老人 或者这个社会也开始不认为老人 是能够给我们留下什么很宝贵的经验 教训知识 相反的 反而是我们来教导他 是 那么所以这时候对老人的态度会有一个转变 那第二呢 就是我觉得今天这个社会里面 还有一个很严重的老人跟年轻人的矛盾 你刚才讲那个是一点 就是说 如果老人延迟退休 那年轻人就业怎么办 还有第二点 就是今天的老人 所谓的老人 60岁上下的人 他的平均的存款 他的财富累积 他的工作 甚至如果还在工作 工作收入可能都比年轻人还要高 特别在中产阶级以上的人 那所以今天出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你们有注意像时装 时装广告 里面出来的那些模特儿都是帅哥美女 年轻人 但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时装品牌 名牌 开始走中老年市场 你比如说最有名的就是那个LV那个包 为什么要找 Sean Connery呢 Sean Connery 对 为什么要找他呢 他是老人 帅老人的代表 现在一个年轻小伙 十来二十岁 他不会买得起这个 但六七十岁的老头 他买得起 是 所以整个市场在往那边转 就财富在集中在老人手上 但年轻人呢 则连工作都没有 现在很多这个 但中国的情况实际上你讲的可能是指干部啊或者知识分子啊这一圈是这样 但是如果你以整个人口来统计 那中国比较特别 中国的情况是年轻人有钱 现在正斤斤计较这个延迟退休 很在乎这个养老金 要靠养老金生活下去的 这是中等以下的 这一批人呢 这是中国的一些很特别的情况 中国有哪几个特别的情况 我跟你说 第一 中国的养老金制度 它不是一元化 它是双轨制度 干部和国企的那些呢 他们差不多是百分之百的 他退不退 当然他也不想退 因为他不退 他还有额外的收入 但是如果仅以工资来说 他差不多百分之九十百分之一百拿到 但是同样的级别 同样的工作经历 如果你是在企业单位 或者在一般的民企的话 你只有百分之五十 所以这个一个双轨制 是现在很多人矛盾的 所以现在有人提出 他说如果说延迟退休的话 应该区别对待 体力劳动的提早退休 知识分子啊 什么医生啊教师啊 延迟退休 干部一律不准延迟退休 虽然他们也是脑力劳动 开玩笑 但实际上呢 干部最要延迟退休 他们最不希望早退休 对不对 但是我想来想去啊 我觉得就是中国是 什么是中国是养老 有那么多的这个办法啊 但是我自己的这个 很体贴的琢磨下来啊 但是又没法实现 最好的还是在家养老 我觉得中国的这个老人 你现在啊 他愿意去养老院的啊 就是最后调查出来 真正愿意去的 只有百分之十几 当然你从另一方面来讲啊 数字在增加 可是在增加有一个什么呢 很多时候是出于无奈 为什么要上山 因为别再做那个两代同堂的梦了 更甭说三代 这个这个这个两代人之间的这个这个矛盾啊 我认为根本就不要想 小两口跟老人住在一起 这绝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老人自己也悲伤的凄凉的意识到这一点 他自己 但是呢 他最好还是在家里 咱们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我的家庭好可爱 一众兄弟姐妹 天天都为这个家努力工作 也长聚会开party 即使性格不同 也能坦诚沟通 亲密分享 我爱我家 也欢迎您常来做客 点滴凤凰人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安台 丙酒运古坊 配桃花春雪 采如极之水 会软酒精黄 年份软浆 五井共酒 你讲的那个老人啊 就是养老院啊 什么什么 跟现在讲的延迟退休啊 其实关系还不是那么密切 你讲的这些 基本上是七十岁 甚至是在往上的 现在延迟退休 讲的是六十岁 这些人要是去养老院 那上次杨教授说的 要在那里耕地 要帮人家洗衣服 还得当劳动力用 捏脚 现在讲的是 这一大摊的 那个经济的账 这一摊的 丹的经济的账啊 我据说这是 383方案里边 专门有一个讲到 就是以后中国 一个发展方向 建议了 不知道他能不能实行 就是现在刘鹤 他们提的那个 就是说 还是像社会安全卡这样 就是说把钱存进去 你知道最基本的概念是 这个养老金是 基本是两种 一种是政府 现付现收 就是发达 那个北欧那些国家 就是因为他那个 那个高福利嘛 对不对 他的钱拿来 他们是全民都有 那这个当然 中国是完全不可能 中国人是理论上是 所有工作的人都有 美国那种是 你自己养自己 原则上就是 你年轻的时候 存多少钱 你的单位 帮你存多少钱 你到年老的时候 你就用这笔钱 可中国的问题在哪里呢 中国现在年纪大的 特别是弱势群体的 年纪大的这些人 他们年轻的时候 并没有钱存进去 没错 所以政府现在 在给他们发养老金的时候 这个叫隐形债务 对 非常大的钱 为什么没有 钱存进去呢 文革十年 中国是没有退休制度的 更不要讲养老金 所以他们现在说 前后三十年 不能互相否定 我原来理解是政治 我现在发现 我原来不是政治 单单政治的问题 你要是把前面的 这个promise 就是把一切献给党 社会对你个人革命 工作的这个承诺 要是不承认的话 你这些人 现在你可以不管了 但是现在没办法 你这么多的 尤其是钢铁厂 纺织厂 这么多的人 他们当年没 你能怪他们吗 他们是没有存过 对 你明白没有 而且当年那个时候呢 就是他们是 全是大型的单位制里面 比如说像 安刚啊 这些体制里下 他那时候 他是一进去打工 他会觉得一辈子 就这么安身 立命在这 你中途 管我一辈子 对 你中途转制下岗了 那他以后怎么办 所以这的确是 有个国家责任 所以我觉得现在 继续为他们要负债 偿还什么 都是非常合理 但现在有很大的问题在呢 就像你刚才讲 是不是应该区分 劳动者的类型啊 因为人口老化 是全世界都有的问题 而所谓延迟退休 其实并不是我们 中国人的发明 不是我们中国人 为了要解决 今天这个问题 才拿出来讲 全世界都在讲 而且跟其他国家比呢 中国的退休年龄 是早的 其实是早的 他们基本上是65 67 女的到60 所以这个也是 现在很多研究者提出来的 在全世界 所以你比如说 像最近经济学人 还做了 他们现在不只在讲 延迟退休 他们还讲延迟成年 这个概念嘛 就经济学人杂志 不是还提一个说 其实我们现在 是不是应该主张 把一个人成年的年纪 是定在25 说为什么 25岁以前算未成年人 对 因为人类 自青春的 对 自青春 李某某就算完了 叛征重型了 幼年 幼年 因为人类今天 有个很奇特的东西 就是人类的确像 我们看人类的 整个演化史里面 就近一万多 两万年来历史 我们的确寿命 越来越长 我们的用来一个 补育的期间 越来越长 贾宝玉的年代 四三四岁 什么都能干了 对 但是今天呢 我们把这个 干这事的年纪 也往后拖了 一个人受教育的时间 越来越长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是有道理 假如我们人活得 越来越长 那你的确应该退休 你工作的年份 越来越往后 然后受教育 所谓成长期 青春期 也应该再拉长 应该是这个样子 四九年的时候 那个第一次的 推的那个法的 男的是五十岁退休 那个时候 全国的平均寿命 四十四岁 对 现在是七十几岁 其实呢 延长 我愿意啊 那二十五岁之前 都在幼儿园 跟女同学玩 是吧 过家家 那可是 你提延迟退休呢 大部分网民都是反对的 但是实际上呢 现在上海 其实已经适行了 但为什么反对呢 他们具体个案分析 很有意思 如果是你是 体力劳动者吧 体力劳动者 在中国低薪 他的一个月薪 一千多块 所以他养老金 有两千多块 他为什么还要干呢 他拿养老金 他就等于他的工资了 这是体力劳动者 脑力劳动者呢 他们也要退休 一退休以后 他不用交养老保险 但是他找第二份工 反聘 他拿两份人工 所以他们算下来 上海啊 就自愿实行啊 没有人选择延迟退休 就是两种都不行 你带出的问题就是什么 你正常的体力劳动者 工资不够高了 还有那些反聘 尤其是干部的反聘 就是变相的那种 实际的就是存在的不合理了 就这些问题全带出来了 你们讲的就是很重要 65岁的 但是我跟你说 我更关心的 是就是这个七八十岁的 因为我父母亲就七八十岁 所以我就觉得 因为我不能算富人 但我也不是个穷人 就是说我母亲中风了 在床上不良于行 我跟你说 我们这个整个家庭啊 近乎崩溃 到这么一个城 我们有三个兄弟 你知道吗 这是在中国今天 何况今天都是独生子女 现在就是 你比如说 我的兄弟们工作也很忙 那你比如说 你这里从我们家的问题 反映出整个中国社会的问题 护工 你知道吗 我们国家的护工 需要一千万 才能照顾这些个 这么多的这个老人 可是可能我们只有二十万 我是随便说的 以后就是五十到六十五之间 就是到最后 你想 我母亲又因为体重比较大 一开始我爸爸是讲究啊 说护工 导致都是一些农村来的 那那伺候病人 哪有自己家里用心呢 到最后连这个都不讲究了 但是到最后是这个这个保姆公司 请来这护工 一看我妈妈的这个体重 扭头就走 我爸爸都不计较了 到最后 谁也不能 哪个儿子能放弃工作呀 到最后就是 主要靠我爸 在家里 你说我爸本身这个胳膊都有残疾啊 他现在有严重的肩周炎 你想他拖着我妈妈的在床上往上移啊 他这个胳膊已经废了几乎 所以你们家现在是没护工啊 没有 就招不到护工啊 你知道招到的护工不满意 你就不用管了 你根本就招不到啊 所以我说我们这样的家庭 就现在就近乎到这种 就是我就认为濒临绝境的这么一个情况啊 那么还有很多家庭 你知道就是这还不说病人 咱就不说病人 就是就是说你记得前两年出过一个湖南有一个老头 叫傅达信 嗯 最有名的 拿着把小水果刀啊 到北京火车站 是 抢劫去了嘛 给女的说 快报警 我打劫念 我打劫念 你女的身经病 滚 老头又跑另一个边 他想坐牢啊 报警 他坐牢 他想坐牢 坐牢 一到监狱 一日三餐 而且是上了多大岁数的 不用劳动 那每天这喝茶 有馒头吃 比他在村里呢 敬老院 照会减刑 减刑老头就不满意 你知道吗 老头说为什么减刑啊 为什么减刑啊 我在这个里边 太好了 有人看病 监狱里 有人给他看病 你就知道这个这个多少 这个中国的这个老人 濒临绝境 你知道吗 这还不是说 不是说退休金的问题 我认为中国这个社会 有结构性的残忍 就是该有的行业啊 你根本就没有 七八十岁的老人 非病即残 他这个有的 有些这个老人 就是每天跟屎尿 生活在一起 你知道吗 冀中心为什么到北京机场 制造报答案 他就是跟屎尿 生活在一起 他瘫了 屁股上长着褥疮 你知道吗 这个这个这个 就是说生不如死 但你说这种护工的状况 一般国家护工啊 要用年轻力壮的人 那种年轻人 但主要是 你要有这种就业人口 那中国呢 比如说我们看 参考别的国家情况 欧洲有些发达国家 他们也是老龄化 他们需要很多年轻的护工 他们怎么办呢 他们是 他们不是有国家政策一胎 他们是自己人不怨生了 所以他们从东欧请人过来 比如说德国就很多这种例子 或者是美国也是 请很多墨西哥海地的人 去给家里面当工人 或是那些香港爱情应用 这样子 对不对 那我们说中国呢 是不可能开放 这样的劳动力市场的 现在 那年轻人又不太愿意 干这样的事 而且更重要的就是 我们真的是个人口 倒三角形 倒金字塔 不过这两天不是听说 要开放这个生两胎了吗 可能能能稍好一点 将来你看 他养四个老人 要不然的话你说怎么办 所以现在老人都自觉了 这是老人社会的危机从头 老人现在都自个儿商量了 就是咱们都得自个儿琢磨 你靠子女 那是完全不要靠他们 你知道吗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凤凤梁精选 美丽极致一夜 中华小姐冠亚季军完美诞生 黄金瑶 安哥一贫一笑 漂亮胜仗 长龙旅游度假区特约之 2013中华小姐环球大赛总决赛 星期六 凤凰卫视中安排 保险就是阳光 是分担也是分享 是温暖也是希望 保险就是阳光 阳光保险集团 那你就是还有三个儿子的 还其中还有像你这样能干的 至少你钱上面你还撑得下去 那更多的老人家里没钱 小孩自己生活都成问题了 要提早 比方小孩50岁要提早退休了 那七八十岁的老爸老妈怎么办 所以我估计 因为说你想象 就大家不要把自己想得太不堪 不是要说你坏话 而且你想象当你到了70多岁 像你妈你爸这个年纪的时候 你如果你下头没有小孩 或光现在 现在这个制度下只有一个小孩 你那时候怎么办 对啊 你就不怎么办 所以为什么就是 那时候就凉拌 所以为什么现在就中国人就拼了命的要挣钱 这个钱要多少都没够啊 你知道他就是因为你想象如果将来你贪了呢 你能靠孩子吗 那么你靠谁啊 你要够钱多 我想我可以找几个漂亮女护士什么的 她可以照顾我 有女护士就好了 你还要漂亮 你还要折磨吗 你那个半身瘫痪了 你看漂亮女护士 你不痛苦吗 你不知道老年人哪 那时候看看也是好的 你就是我给钱 那个时候我就想的 人是很惨 我对人性估计很低的 老头我这拿着钱呢 过来给我好点 你不不不好点 我就给你钱吧 散钱嘛 是吧 所以挣多少都没够 你也要手散的动啊 挣多少都没够 就怕他掐死我 给我把钱 你看过有个法国电影吗 叫爱 就是那个 叫阿摩 那么就最后那对老年夫妻 Michael Hanneken 为了爱拿枕头把自己老伴 奥地利电影 对奥地利电影 最佳外语 对他拍东西一向很残酷 但是我想说的是 你说的这种老人退休啊 或者要晚年要怎么样度过 其实方法真的有很多 当然前阵清华教授那个讲法呢 我觉得是有点太出品 但是其实老人却投入社会服务 甚至服务其他老人 在别的国家也很常见 我上次就是说 那个教授 接着为您播出 西安楼关文明启示录 他很糟 对 比如说 你不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